大家好,以植物学的立场来说,咖啡大致分成两个大类 一个种类呢,英文叫做Arabica,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阿拉伯咖啡 另外一个种类呢,叫做Robusta,我们通常所喝的咖啡豆啊,多半是Arabica 因为跟Robusta比较起来的话,Arabica比较好喝啊 为什么说Arabica比较好喝呢? 因为阿拉伯咖啡豆,它味道比较稍微甜一点,因为它含的糖分啊,比较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们谈到咖啡因的话,那就刚好反过来了啊 Robusta它的咖啡因比较高 以产量来说,Arabica大概占到55%左右 Robusta占咖啡所有的产量大概是45%左右 那由于我们通常所冲泡的咖啡,多半是Arabica的咖啡 那么这个Robusta咖啡豆用到哪里去了呢? 据我的猜测啊,因为Robusta咖啡它比较不受欢迎了 所以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Arabica的咖啡被烘焙出来之后,当作一种比较高尚的消费品来销售 所以它的价格比较高,因此很多用咖啡豆制造出来的其他的咖啡产品呢 它可能就是Arabica跟Robusta参在一起所做出来的啊 至于在口味这一方面呢 那当然可以用其他的化学的方法来做一些调整 制造咖啡豆延伸商品的这些厂家 并不需要告诉我们到底它用的咖啡豆是什么样的咖啡豆啊 像我们去买那种一磅桩的圆桶的Foges咖啡粉 或者是Maxwell咖啡粉 甚至有一些所谓的集容咖啡啊 它的Robusta含量可能就相当的高 那如果我们不想去喝这种用Robusta当作填充物所制造出来的咖啡的商品 我们可能就要避免去买桶桩的或者是瓶桩的咖啡粉吗 或者是集容咖啡 以此延伸啊 在一些所谓的blend调制咖啡里 都可能会用到一些Robusta咖啡 我当然并不是说Robusta咖啡比较不好 只不过是当我们去买这个商品的时候 当然想要知道这里面的含量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去买烘焙好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粉 它的包装上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咖啡豆的名称通常厂家是以咖啡的生产地 当作这个咖啡豆的名称 像肯亚咖啡啦 或者伊索比亚咖啡啦 哥伦比亚咖啡啦 当然也有些墨西哥咖啡 巴拿马咖啡 有些咖啡则除了产地之外啊 它也会加上一个名称 比如说像夏威夷的Kona 印尼的曼特林 或者是亚买加的蓝山 以这种地名来命名的咖啡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所谓单一产地的咖啡 它不是调制的咖啡 大部分的咖啡都来自于在地球的赤道边的国家里啊 那咖啡树咖啡园 多半都在高山上面 越高的山上 它的日夜的温差就越大 咖啡豆在这种环境里生产出来呢 它的果实比较坚硬啊 我们曾经谈到过咖啡豆啊 它实际上是咖啡果的种子啊 我们所看到的伊索咖啡豆 实际上它只是半粒种子而已 在烘焙咖啡的时候 它如果来自于比较高一点的山坡地 在烘焙的时候 它就需要久一点的时间 比较高一点的温度 至于说什么样的咖啡 需要用什么样的温度来烘焙 这实际上真的是要看个人的口味了啊 有些人喜欢喝所谓的深度烘焙的咖啡 因为它可能味道比较苦 好像喝起来才比较像咖啡 有些人就喜欢喝浅烘焙的咖啡 因为它喜欢尝到咖啡豆里面 原有的果实的味道 OK 今天的单元到这里来搞一个段落了 在下一个单元里啊 我们来看一看咖啡的生产的过程啊 从植物到果实 然后怎么样把果实里面的种子拿出来 那些种子呢 才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咖啡豆